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啊 我們現在又開始這個網上的《色經討論會》的直播 我們就講這個主題就是怎樣建立人的靈命 就是說我們認識一些人 我們可能幫他信耶穌 然後就想幫助他建立靈命 那我們怎樣建立靈命呢 我們現在還沒講到建立靈命之前 首先講到我們自己怎樣有力量 我們有第一個部分我們講的就是 為什麼很多人靈命軟弱的原因 然後第二個部分我們講到就是建立靈命的動力 然後我們第三段就是講到建立師 大家應該是看到那些文字的是不是 我傳了出去的了 今晚傳了出去的了 那師呢 師呢就是建立靈命的能力 首先就是從聖經的話語 和應許得著能力 就是說呢 當我們知道神所應許 祂一定會做的 祂一定會加力量給我們 祂一定答應的就是祂一定會做 所以我們觸實神的應許 我們就有信心了 大家都留意很多時候 我都會提到一些應許 所以說到愛神呢 神是為我們預備眼睛未曾看見 二朵未曾聽見 人生未曾想到的東西 神在我們生命中有奇妙計劃的 當我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際 沒有效法這個世界的心意更新而變化 就能夠測驗或者分辨到神的善良 神傳可喜悅的旨意 就是說我們可以進入了神最完美的計劃 是我們會歡喜的計劃 所以呢 聖經的話語是叫我們得力的 叫我們呢 很堅定 知道 當我們跟從神的時候 神一定會祝福的 那麼就 跟著我們這次就是 希伯羅書四章十二到十三節 有誰讀呢? 希伯羅書四章十二節 神的道自活潑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兩人的劍更快 甚至雲與靈 骨折與骨髓都能刺入 否開 連心中的思念和主義都能辨明 OK 這裡講到神的話語的能力 即祂能夠怎樣進入人的裏面 那麼我們看看這個經文 神的道是活潑的 這個字的活潑其實意思是 是alive 祂是有生命的 有生命力的 是 是 祂會在人生命中 會有工作的 那麼 還有呢 就是 祂有功效的 祂會產生功效的 比一切兩人的劍更快 這個快字呢 其實 原文意思是更加利的 即更加 好像把刀很利的 那麼 祂呢 甚至呢 能夠呢 甚至 雲與靈 骨折與骨髓 都能刺入 否開 連心中的思念和主義都能辨明 這裡講到呢 能夠刺入人的魂 和他的靈 那麼 跟著說 骨折與骨髓 骨折與骨髓 這裡呢 是 是 是一個 Literal 即是 照字面解釋 還是一個 代表性的字眼呢 我想大家回應一下 這個是 神的話語 即是 入了你的骨髓 這個是一個 代表性的意思呢 Literal 或者是 Figurative Figurative 就是一個代表性的說話 大家 首先 你明白不明白 這兩個字眼的意思嗎 譬如我用個例子 耶穌說我是真葡萄樹 我想問你 當我們看到耶穌的時候 是不是會看到一棵樹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 耶穌是真葡萄樹 這個是Literal 小字面解釋 還是一個代表性的意思 大家回答我 代表性 是的 我也覺得是代表性的意思 是的 因為我們不會看到耶穌一棵樹 這樣的 耶穌也說我是羊的門 那我們是不是會看到那道門就是耶穌 會不會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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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代表性的 OK 那麼 好了 這裡就講到 骨折與骨髓 那是代表些什麼呢 就是很深入 是的 是的 就是進入人的深處 就好像 涉落條縫那裡 就是骨髓就是 骨中間那裡 就是骨髓 骨折與骨髓 就是神的話語 能夠進入我們的魂與靈 骨折與骨髓 都能刺入 否開 那我們等一下去想一下 怎樣刺入否開了 那就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夠辨明 就是能夠將我們心裏面的思念和主意 我們所想的事情 那些看法都能夠辨明 並且被造的 沒有一樣在他面前不免然的 那些看法都能夠辨明 就是能夠辨明 那些看法都能夠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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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就是我們所有的事都能夠辨明 就是能夠辨明 那些看法都能夠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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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幾個字是形容神 活潑有功效 這個不是形容神 萬物在那 我現在剛剛是講我這一句 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的主眼前 我想講這一句 在哪裏是形容神 有哪幾個字是形容神的 有哪幾個字 萬物在那 萬物是形容神 是的 萬物在那 萬物就是什麼 主耶穌 萬物 萬物是主耶穌 世界上的主耶穌 與我們有關的 是的 沒錯 就是形容主 就是與我們有關的主眼前 這個是 希臘文很多時候都會用的說話來的 就是用 比較長的形容詞 去形容神 或者形容一件事 比如說 有一句經文 他就說到 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那大家聽一聽 那召要宣揚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這裏有哪幾個字是形容神 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要宣揚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這裏 這裏 講一講 這幾個字是形容神的 光明者 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那召我們 我們要宣揚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那召我們 OK 下一步 那一步 應該整句都是 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是 是的,我們要宣揚我們的行動, 那一位呼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這一位,這個就是講到神, 他呼召我們從黑暗中出來,進入奇妙光明。 這道經文呢,希伯萊書四章十二節,就用, 大家再講,哪幾個字是形容神的,在這裏? 剛剛講了的了,剛剛在希伯萊書四章十二節,十三節那裏。 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 是的,這個就是形容神了,那就是說呢, 那你解釋了,你解釋,那到底他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他怎樣形容神呢? 他形容神呢,不是跟我們沒有關係的。 是的,就是這樣。 是的,他是跟我們有關係的。 那根據上文,那種關係去到什麼程度呢? 那個關係去到,他知道我的心思、意念,是全部的心思、意念。 是的,沒錯啦。 那這裏呢,其實是講神的話語的。 又講到神的話。 因為呢,我們看這個經文,我想大家去看看,哪一道講到神的話語,哪一道講到神? 大家去講一下出來。那為什麼我會想大家這樣深入研究聖經呢? 就是讓我們呢,發掘完後聖經有很多好東西。 有時候就這樣,喇喇看過呢,會看漏很多東西的。那我就想大家呢,去留心看。 那麼呢,就在這裏經文呢,就看到神的話的工作。 也都看到神自己的工作。 那麼,然後我們就去看看這兩樣有什麼關係。 OK?那,大家再講出來,這裏有哪裏是形容神的話語,他的工作。 然後哪裏是形容神自己的工作。 大家再講出來,哪裏是形容神的話語,大家放心就能說了。 別怕說,你講得多不重要的,誰一看到就馬上去看了。 他說呢,神的道就是神的話,神的話是有生命的。 他可以深入到我們靈與魂裏面的。 嗯哼。 但是神呢,就可以知道我們一切的心思意念。 還有分別我們的意念。 OK,那我想問你,我們一句看吧。 上面那裏講到神的話語, 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見明。 這個是神的話做的工作,這是神自己做的工作,在這裏。 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見明。 是講到神的工作,還是講到神的話的工作呢? 神。 OK,我們看上文,神的道次。 我覺得是神的話。 是呀,神的話,因為上文講到神的話。 那麼呢,然後後來才介紹神。 由哪裏開始介紹神呢? 由哪裏開始介紹神呢? 被造,十三節那裏被造。 神做我們的。 被造呢? 你看這個經文,被造的。 是不是講神呢? 被造的。 其實那個意思是講什麼呢? 其實哪一句是, 講到神的工作呢? 這裏的重點是神做我們, 是不是這個重點在這裏呢? 因為被造的, 只是一個形容, 一件事。 大家有沒有回答我? 這裏的強調, 是不是神做人呢? 我們看整句就看到了。 被造的, 會有一樣在他面前, 不顯然的。 那所以這裏它強調是, 神做什麼呢? 神是全知的咯。 是的。 就是這裏所講到的就是, 那這個被造的那個重點是什麼呢? 它的重點是不是講神創造呢? 還是只是, 講起這件事呢? 就是講起這件事, 還是主要重點是不是講到神創造呢? 神創造的也是講的。 OK。 這個重點是什麼呢? 就是這句說話。 被造的, 會有一樣在他面前, 就是在神做的, 每樣都在他面前很顯然。 沒有一樣顯然。 OK。 這一句的重點是, 神創造呢? 還是在他面前, 沒有一樣東西不是不顯然? 重點是什麼呢? 沒有一樣東西在他面前不顯然。 是的。 所以這個重點是不是他創造呢? 不是。 不是。 他講這個被創造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為什麼要講這個被創造, 有什麼意思呢? 是。 我們是屬於他的。 是的。 OK。 好。 其實呢。 神是患有的神。 OK。 還有沒有人想說呢? 就是這個說到被創造, 其實跟這句整句的關係是什麼? 被創造的其實都是神的工作。 是的。 其實這個重點呢? 只是說, 我們是被創造的。 我們呢? 是, 不是這麼厲害的。 我們不是這麼有能力的。 我們走不掉神的眼目的。 我們所有的東西在神面前, 沒有一樣東西是顯露的。 就是這個被創造並不是強調神的創造。 在這裡不是強調神的創造。 只是強調, 所有被創造的。 就是, 首先講到我們的身份, 我們不要覺得自己這麼厲害。 我們只是受創之物來的。 我們在神面前, 是沒有一樣東西, 是不赤露闖開的。 在神面前, 全部都是顯然的。 那麼就, 然後跟著下一句, 也都是講到萬物。 其實被創造, 也不只是講到人的。 因為被創造, 應該包括了所有的生物。 沒有一樣, 不是在他面前顯然的。 萬物, 所有的東西, 都在與我們有關係的主面前, 都是赤露闖開的。 OK, 我先問你的問題, 這裡有多少是講神的話語, 有多少是講神? 大家可不可以告訴我, 那個界線在哪裡? 哪裡開始講神的話語, 哪裡開始講神? 十二就是講神的話, 十三就是講神。 是的, 非常好。 好了, 為什麼講講一下, 神的話, 能夠赤露闖開我們的靈雨魂? 又變成了, 神自己能夠看到我們的東西呢? 那麼, 這兩樣東西是怎樣掛鉤呢? 大家可不可以, 這些就是思考, 其實我就引導大家, 我一直用問題去引導大家, 我想給大家, 學一個習慣, 因為聖經就是神將他的工作, 他的教導, 他的恩典, 提示給我們的書來的, 神的話語呢, 就是神自己跟我們溝通, 那麼, 我們想跟他有好的溝通呢? 那麼, 有很多人呢, 正是著重我們聆聽神, 那麼, 聆聽神都是一部分來的, 不過, 神已經給了我們一本聖經, 那聖經是他的說話來的, 那麼, 所以我們第一步呢, 怎樣從神的話語呢? 知道了神的心意, 那麼, 我們呢, 就能夠更加明白聖經了, 那麼, 我想, 大家去講一講, 到底, 為什麼, 講講一下神的話, 又講神自己呢? 是有什麼意思呢? 是會想回答, 就是, 這兩樣有什麼? interaction, 就是神的話跟神之間, 有什麼發動? 大家可以說到這個, 神經是有關係的, 那所以它的話語對我們來講, 是很重要的。 好的, 好, 但这里其实有一个主题在12-13节是继续的 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问大家 有一个主题由12-13节是一路出现的 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他想说神的话语之所以为什么这么有能力可以穿透骨髓 就是因为神本身都是全知全能 是 没错了 非常好 神他自己是全知全能的 而神的话语也是能够刺入我们的里面的 那到底神的话语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就是跟神这个能力有什么关系呢 大家可不可以 这个关系就需要从我们的经验那里去找出来 就是神的话语和神自己进入我们的里面这种关系 大家可不可以讲出这种关系出来呢 我想首先讲一讲呢 我现在这种查经是深度查经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 为什么呢 有时候有些人呢 他们没什么心机这么详细看圣经 那他是会很难的觉得 哇 为什么这么深入的 那但是呢 因为我们希望训练到那些人 能够使用神是有效的 所以我们呢 就会是深入 但是我们深入之后呢 就可以浅出的 就是 不过我在这里呢 我尽量呢 不是我说了 我想你们去发佛 那你们发佛到呢 更加觉得 啊 我都做到 这样 就是这个是我的心意 如果我带一帮的 李英姊妹查经呢 我就不会好像现在这样 不会好像现在这么深入的 我看他们的level 如果他们的程度未到呢 我不会去到这么深入的 大家说不了这一点 就是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 就是不是所有查经都会这么深入的 我是帮大家去拆开那个经文 所以这个是比较深入的 那 那我先说到就是 上文讲神的道 下文讲神 我们从我们的经验去verify 去证实这件事 去证实这件事 那有没有人想 讲到从我们的经验 我们怎么看到神的话语这种 能力 和神的这种能力 大家可不可以去 分享一下 关于这方面的神的话语 和神自己能够做到类似的事 就是可能我们自己有某些渴求 祈求神去成就 而神又好像听到我们的话语 而成传了我们 那就 显得我们祈求有力量 神也有力量回应给我们 好的 你在说祈求 但这个经文是在说什么呢 这个经文是在说什么呢 神的道 和神自己 是 但他说到他们的什么能力呢 很深入 深入到人 最基本的部分 是 深入到 而深入到之后 怎么样呢 深入到之后 他做些什么工作呢 他什么都可以做 神能 神能做到 我想大家从经文回答我 经文说到 他做到什么 分辨到人的思念和主意 是的 没错了 分辨到神的思念和主意 这个是其中一样工作 还有呢 我们在神面 都是车路躺开 是的 非常好 好了 这里就讲到两样东西 就是说 他能够 分辨到我们里面是怎么样 能够辨明 和 将我们显露出来 在神面前 OK 那我现在想大家 从经验去说出这种东西 就是说 神的话语 为什么这里 将神的话语 这个工作 和神的工作 放在一起 到底神的话语 在这方面 有做到什么 是我们经验上 经历到的 和神自己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做到这些工作 是这个经文所说的 我们的基实 不断要提出这个经文 不断从这个经文去发挥 OK 好 有没有人想说 其实不是很深的 是我们习惯 找经文回答就可以了 你用经文回答 不要用 我觉得回答 是经文 怎样说 我只想大家就这样做 而且现在讲经验 经验的时候 都是和这个经文有关的 OK 有没有人说 会不会 譬如 经文里面说 瑤树人七十个七次 那经文就这样说 但是可能 我心里面是想瑤树的 但是瑤树不了 但是神是知道的 就是神是知道我想瑤树 但是是未得 于是我又经常看这个经文 那就求神给我力量 去瑤树这个功课 那我的心是怎样呢 神是赤路躺开 在神的面前 就是神会按我的情况去 让我去做到这个七十个七次的言树 ok 是不是这样意思 是 非常好 是非常好的 那 你赤仙刚刚讲的 哪个部分 因为我们想分享 就是跟这个经文有关的 第一 哪个部分是神的话语做 又哪个部分是神做 你可以从你刚刚赤仙讲的那裡 将它连接在一起 神的话语就是那个事迹 那个门徒去问他 要瑤树人多少次 神就回答他 瑤树人七十个七次 那我就看到这个经文 神的心意 是愿我们无限次去瑤树人 但是在我生活上 可能是 我很想去瑤树 就是跟随耶稣的说话去做 很想 但是心里面 还是记挂他的不好的东西 他得罪我的东西 还在我内心有挣扎的 但是神呢 就是我的心 就是我这些心思 神呢 是在神面前躺开了 神知道我做了多少 想做什么 哪些不行 那其实神是知道了 OK 所以我就要来到神的面前去 去让神去更新我的心思 OK 你先说到神的话的时候 你就很清楚的 跟着呢 你就需要那个转接 去到神那里 你再清楚一点 就是你说到神的话 这样说 然后你就 去将转接的时候 我们去表达这个时候 将神的话 那个 就是神做的东西 再清楚一点 连接起来 你试试 你试试 非常之好 就是我自己很有心 去做遥述的功课 但是呢 无奈你的肉体呢 是很多仇恨 埋怨 那些苦毒在里面的嘛 那我就去到神的面前 就躺开了我这些一切 就是哪些坏东西 哪些好东西 躺开了 那神说我 你来到我面前 我是知道了 看到了你的内心 在想什么 那让神 他的能力 就在我里面 就就是 否开 辨明 跟着就 在里面动弓 让神的能力 刺入否开 在里面动弓 让这些神的话 OK 好 你都做得挺好的 那么呢 就 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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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达了 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 我现在说出来 但是呢 神的度 真是呢 是活着的 是真是呢 會有功效的 能够刺入我们的灵 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 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 现在我讲经历了 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圣经就会指出我们 能不能够遥处人 我们 有多努力去遥处人 我们 就是圣经会给我们知道 我们事实上有多少遥处人 我们有多少做到 有多少做不到 我们的心中 还有多少会 恨他们 怨恨他们 不喜欢他们 神的话语呢 会给我们知道 而同时呢 神是知道了我们做的什么 就是神的度 就显明我们内心发生的事 那呢 这个显明的过程 让我们知道神在做的什么 而神 是同时知道了这些发生的事的 神呢 使用祂的话语在我们里面 显露出我们是什么的生命 祂显露出我们到底有多少研书 我们有多少研书 我们有多少藉口 神的话语是会显露给我们看到的 而过程呢 神本身是知道了 就是神的话语呢 好像显露给我们知道 神的话语 显露我们的内心世界 给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心世界 是有多少良善 有多少仍然未曾改变的地方 让我们的内心世界 然后呢 当我们听神话的时候 神在我们里面 就知道了 然后神呢 另外 圣经这里没有经文没有说的 就是祂激励我们 所以这个连接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 神的度 在人的心中 会显露我们的生命 也都呢 这个经文是没有说到圣灵的工作 但是呢 我们从其他经文 我们知道的 圣灵用说不出来的碳色 替我们祷告 圣灵呢 会感受我们 会感动我们 去为罪为义 为审判自己 责备自己 就是其实呢 神的话 圣灵 神 是一起工作的 当然圣灵就是神 是一起工作的 祂是会 给我们 知道我们内心做的什么 而神本身 又知道了 我们里面做的什么 让我们能够改变 这个目的 首先显露 所有的事都显露的 在神面前都显露了的 让我们能够 给神的话语 和神的灵的感动 一步步去改变 那我们就看到原来呢 神的话语就是 就是 跟神的工作是很相连的 不是好像分开 就是不是本圣经呢 就是分开的 圣经是 带着神的能力的 当神的话语被宣讲出来之后呢 人呢 就会听到神的话语 在他心中就会扎心 圣灵就会感动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们有犯的罪 让我们知道 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 神又知道了 看到了 就是 神的话语就显露 给我们看到我们 怎么样 告诉我们 我们有多少不听话 我们 这些圣经的话语 在心中呢 就会给我们看得到 我们到底有没有跟从神 然后呢 其实这些一切 神就会知道 神就会在动工的 OK 那大家听不懂我一直 又讲神的话语 又讲神 又讲圣灵做些什么 他显露的工作 神的话语显露 给我们知道 而神本身是知道的 这个过程呢 圣灵也都同时动工去感动我们 大家拿不拿到我说的意思 有没有人想问 我刚才举那个例子 瑤树那个例子 你是不是说 如果当我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有些地方不行 那如果我是躺开在神的面前 神就会透过圣灵 在里面 改变我的生命 是不是就是这样 是 他会首先给我们知道 我们到底有多少肯 顺服神去遥夕他 在他心中 我们有多少肯在这里 憎恨他 不遥夕他 圣灵会给我们知道的 神的话语会给我们知道的 而神又知道了 而圣灵就会感动我们 去逐步逐步去到 真是能够放下 这个完全听神话的人呢 就会肯放下自己了 好了我明白 神你遥夕我是很多很多很多的 人家得罪我的地方 比例上是少很多的 那就是因为每个人 我们欠神的很多的 但是呢 人家得罪我 他在我生命中 只是一部分而已 所以他 我们得罪 人家得罪我的地方 比例上不是那么多的 但是神都遥夕我这么多 我又是不是真的遥夕人呢 就是如果人去思考圣经 去分辨圣经的话语 他就会看到 原来我真的有好地方 我还是有怨恨 我还是有不遥夕 我还在里面呢 有些孤独 那我们就求主光照我们了 这先子妹呢 你所说的呢 就强调就是说 我有努力 神喜悦 这个是真的 神是真的喜悦的 不过神也都会想感动我们 更加透切地去遥夕 就是神的工作 不会停止的 当我们开始去做的时候 神就不会说 我做完了 神就会怎么样呢 他会继续感动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们还是有不遥夕的地方 我们心中还有苦毒 怨恨 直到我们有一天 真的说 神啊我愿意放手了 我真的觉得 神你给我这么多恩典 你赏免我这么多的罪 就是相对地人得罪我们的地方 实在是比例少很多的 就是我真的不能够去不遥夕他 我看出他 其实他都是受很多伤害的 于是我就被神一步步的改变 去到一个更加全面性去祝福人 那这个就是一个给神更新的人的生命 就是一个高度更新 就是神当然会说你努力是好的 但是神不会说你努力够了 我满意了 神是喜悦 但是不代表他满意的 但是喜悦是什么意思 我喜欢你努力着 神是喜悦的 不过神也是觉得我们还可以继续努力 那他会继续在我们心中工作 那我就是将神的怀疑 在我们心中的工作 和圣灵的工作放在一起 就是神的怀疑就显露 我们还是有什么地方未曾做得到的 圣灵也会做这件事的 然后圣灵也都知道了 所以是切禄敞开的 然后神就感动我们更加去投入去祝福了 嗯 你听到你还没明白 听到听到 OK 好 那 那 在这里呢 很多时候我都会很想讲神的恩典 和他的本性 大家想一想 在这里 神的本性和恩典有些什么呢 恩典呢 本性就是他的本质 他的属性就是他的本质 恩典呢 就是他为我们做的地方去祝福我们的 就是恩典 就是神对我们的祝福就是恩典 神的本质就是本性 属性 OK 大家可不可以讲一下 那这段经文 那没有直接讲的 有些是我们从 那经文去思考 到底神有些什么本质 和呢 有些什么恩典 有没有人想试一下 那 那 为什么我们要去讲神的属性呢 就是因为我们更加明白 体会到他多尾线 和他的恩典多尾线 就是让我们喜欢神 欢喜神 OK 有人想说话 神对我都很好 都是靠他的恩典 就是我当然去灵修 去祈祷 他就会去 我里面那里面 我里面更加去 得力安息 就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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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里面去 圣灵去那里 他就会去 有时候去 真真真 做得不合的地方 那里面去 就是祈祷 有时候自己去 去厌罪 他就会去 神的怀疑 他就会去 给你 他就会去 给恩典 就是去 怀疑 鼓励你 OK 好 我想你呢 从这个经文 所讲到 神的工作 而去 去发掘他的本性 和恩典 我想你从这个经文发掘 就是我们习惯 我们看这个经文 就从经文那里去讲出 剛才我刚刚 没看到经文 是的 我们试一下 就看经文 就是属性 会不会是神的传知 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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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那个恩典 就应该是 神 爱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 可以改变 OK 那这个是 你讲得对的 神的传知 和爱 我们想我们改变 这都是对的 是非常好的 那 多谢你 他开始去讲 我们再去发掘多些 还有呢 我们发掘 神的本性 和恩典的时候呢 我们尽量在感恩的心 来说 那意思是什么呢 不只是说出那样东西 而是说出 神有多美善 多美好 从这个经文 看到他多美好 而来到去 发掘他的本质 和他的恩典 就是我们看什么经文 都希望大家 常常看到神的本质 和恩典 那我们就会很欣赏神的 那你先讲的是对的 那你讲了神 全知 那 这件事情 我们怎样去讲到 被人听到呢 就是觉得 哇 神真是好 那这个没有一个 指定的一定的答案 就是 其实发掘神的属性 和恩典 有时经文 没有直接说的时候 是没有一个 就是单定一个 model answer 一个 一个指定的标准答案 而是呢 可以有不同的方式 去发掘神的本质 和他的恩典的 OK 还有没有人想试一下 是 神的本质呢 是真 真前尾的真 正确 真理 充满 那他的恩典呢 就是帮助我们 是真的 爱我们 带我们 带我们进入真理 带我们进入真理 那他用他 活潑的画意 你从这个经文 你从这个经文去 去表达這件事 就是你用經文裡面的字眼、觀念 來表達你剛剛所說的 是的 它是真的 所以它就幫助我們將心中的思念和主義去辨明 因為我們心裡面很多時候有些黑暗 有些不合真理 它就是因為它是真的 真理是正確的 它才能幫助我們脫離歪曲 它的恩典就是用它的話語 神的道 用它的話語很好的道 很有力量 很活潑的道 很有功效的道 去幫助我們清楚自己的狀況 以及帶我們離開那個歪貿 進入真理 是 非常好 非常好 神的真善美 它也是真理 它就是它的本性 它的工作 它透過神的話語 透過聖靈工作 顯露出我們內心裡面有多少呼唯 有多少聽神話 然後聖靈就感動我們去改變 我們對於這件事可以有什麼感恩呢 很重要的是我們說神的本質 屬性和恩典的時候 是想人去感激神 歡喜神 如果神是全知全能 我們就不用擔心 OK 為什麼全知全能就不用擔心呢 就是它 它 它知道我有什麼可以 有什麼不行 它知道我需要什麼 沒有什麼 有什麼 它知道了 它又這麼愛我們 它根本 就是我們所有 所想所求 它都知道 哪些應該要 哪些不應該要 又知道 那其實應該是沒有掛淚的 它這麼疼我們 又知道 但是我問你一件事 神知道 譬如知道那個忍力不如樹 那是不是代表它不用掛淚呢 但是我們要相信這個神是會幫我搞定 如果我真心 真心是聽神的說話 順復祂的 那神不會幫我搞定 就不是靠自己 就不是靠自己了 可以靠祂了 你這個神會幫我搞定 不是靠自己 這件事你要講清楚是為什麼的 就是說 我有罪 神會搞定的 那我不用靠自己 那到底就是說我們不用努力 一定是什麼呢 你要表達清楚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是可以令到人覺得 我什麼都不用做 神徒了 我們怎樣去表達這件事 我想那個搞定是不是靠我們頭腦 那些東西去搞定 是靠神裡面那種愛 就是我們人的愛是很有條件的 但是如果我們的資源是來自神的無條件 那個寬恕的愛 我想我們就真的好像他這樣說 我們真的被造 我們真的要純復在神的大能裏面 就不是用自己頭腦去言恕 所以我們是仰望神的能力是能道 OK 好 你講到不是用自己的能力去言恕 到底基督徒用不用自己的能力呢 因為我們是完全不用任何的能力 就是這件事我們需要去說清楚 到底是什麼意思的 就是我們有沒有努力去 努力去 遙述呢 就是什麼叫做不用自己的能力去遙述呢 就是我需要 這件事要說清楚給別人聽 不然別人就說OK 我不用用自己的努力 我不用 我就是 很多都不用做的了 總之我依靠神就可以了 神就會搞定 那我們怎樣去澄清這件事呢 是不是就是說我不用做任何事情 總之聖靈會搞定的 是不是我們的意思呢 都要用自己的努力 是要那個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是自己的選擇 要很努力去堅持選擇這件事 大家如果一路加蜂蜂蜂 大家我不知道有沒有一句話 你記得的 努力的人就能夠進天國了 有沒有印象呢 這個經文 是啊 有啊 去暴力進入嘛 是啊 那我們怎樣 我們怎樣去 就是這些說話 我們怎樣去把它貼調呢 OK 我想說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就不想 就是這件事 很久 我們就會講出 我們最好解釋 我們努力 以及倚靠聖靈這些 最好用聖經的說話去解釋 就不要有時候 就是用一套的想法 就是有時候 你不是靠自己的 你靠聖靈 那這句說話呢 有時候人聽到 是覺得很模糊的 就是不靠自己 到底我努不努力呢 我們這個呢 我們是需要去 在我們內心去明白 去體會這件事 那聖經是 的而且確 是有講到 我們能力是從神而來 這個是的而且確 聖經有講到的 然後呢 就聖經也都講到 我們 就是那個人本身 是有立志的 在《弗洛比書》2章13節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 心裡運行為 成就祂的美業 是我們有立心去遵從的 即不是說 基督徒呢 有神呢 我們就不用立心的 我們不用決定的 但那個決定過程呢 是聖靈做功 而那些人 越是與主 但與主聯合的 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越是與主聯合呢 他的思想 就越是屬於神了 就是說 越親人神 越將自己 生命獻上 與基督同釘十節教呢 他呢 就會越是 心中流露出 美善出來的 善人從他心裡所傳的善 就發出善外 惡人從他心裡所傳的惡 就發出惡外 所以這個美善 是從 我們與神的關係 建立出來的 不是 就是說 我相信耶穌 自然就會有的 不是自然的 因為呢 我想說呢 就是 基督徒犯罪是自然的 我什麼意思呢 我 例子 因為保羅都說到 立志為善民 由得我 指示行出來 由得我 基督徒 譬如有個人 罵我們 基督徒很自然 就算是很愛著基督徒 即刻會 有憤怒的 那你就看他的生命了 那麼他有幾處理生命 他即時是會有一些反應 是不合乎神的 或者他很快 那個人罵他 他可能會馬上罵他 那是一個很成熟的基督徒 才會能夠在那時候 立刻處理內心世界 立刻說 我選擇去搖書 選擇不給他影響 這個是 不是必然會產生的事 是 他是需要 刻意 但是聖靈呢 會在他裏面做工 因為他常有聖靈 可以在裏面 他是會有聖靈在裏面做工 提醒他 而他是會選擇聽話的 他是立志去聽話 他立志去搖書 立志去祝福的 所以我們就明白 原來我們真的有立志 即不是說我們呢 我們信耶穌呢 我們就不用 不用立志的 不是說我們不用決定的 是說呢 不過我們越在神裏面呢 和我們思想選擇呢 我們就越會有神的心意的 我們越是選擇我聽神的話 將身體獻上 我將身體獻上呢 是這個人 他的主動的動作 即不是聖靈代替我們去將身體獻上 聖靈沒有代替我們將身體獻上 是我們將身體獻上 所以我們明白 聖經裡面講好的話 是真的我們做的 不過呢 就是聖靈推動我們 感動我們 而我們聽話的時候 就會有這些的改變 那我講出的話 就是我們親近神 神會感動我們 但是依然我們需要去 選擇聽神的話 是會有爭戰的 因為普羅說 立志為善由 那我指示行出論由不我 當我立志行善的時候 就有惡與我同在 那所以呢 它是發現它裡面 有這種的力量相對的 我們是需要去跟這個力量去爭戰的 所以普羅說到這個美好的仗 我已經打過了 這個美好的仗呢 其實在原文是率交的 這個美好的率交 我已經做過了 就是因為在希臘那裡 他們就有這些 奧林帕那些運動 其中就是率交的 那它就形容這個基督徒的生命 就是好像打仗 好像率交 其實它的原文是率交的 所以呢 當我們講到 我們不用靠自己 這句話 我們一定要提醒 力量是來自神 不過一定是我自己選擇 我留意到的罪去處理 就是聖靈會提我 但是我 有神的話 提醒我 聖靈感動我的時候 我就需要選擇的 一定是需要選擇的 所以 得性五部曲 第五部 第一部呢 就是留意到我的罪 第二呢 就是 深信它有破壞性 第三呢 就是聖經教我做什麼 第四就是祈禱求主赦免 以及求主加力給我以後 第五是選擇信服 我們是將身獻上 我們聽神的話 我們選擇去 立志為善 立志行善 都是神在我們心裡的運動 OK 我現在講到剛剛這裏呢 其實因為 有姊妹講出這個 好像 不是靠我們自己 所以我就回應這句話 我們變成 將這件事更加擴大去講 但是這跟我們的主題有關的 因為主題都講到 聖靈會 神的話語和神呢 會將我們內心的世界顯露出來 那 大家有沒有問題呢 關於這方面 很慷慨的 有沒有問題呢 你 明不明白呢 我覺得更加進一步呢 就是人家得罪你 未必一定要生氣的 未必一定要原諒的 如果再進一步 真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以基督的心為心 的時候呢 就更加好了 看到人家這樣得罪你呢 用一種憐憫 是憐憫和祝福 就不是一定要遙恕 一定要生氣或者遙恕 不是一定要的 不是必然的 你說不是一定要遙恕嗎 不用啊 你根本沒有生氣 你根本沒有生氣 他怎麼使需要遙恕呢 你是覺得憐憫他 就是 就是 用基督的眼來看他 他是受了 摧殘 所以就這麼粗暴 這麼沒有 這麼沒有知識 這麼沒有禮貌 那你是憐憫他 OK 那 我又會問你了 古羅講到 立志為善 我只是走出來 我願意為善的時候 變有惡與我同在 你有沒有發覺 就算我們幾熟靈 裡面呢 我想問大家 我們有沒有一個人 當別人罵我們的時候 當我們 別人呢 故意傷害我們 故意做些事情 破壞我們 毀謀我們 的時候 你的心中 是完全沒有任何 露氣的 我想你出聲 就是有沒有人呢 是你 人家一邊罵你 你經常回教會 這麼多時間回教會 你又做什麼 你又不理家 這些事情 我們有理的 但他又說我們沒有理的 的時候 他一邊罵的時候 我們的心中 是否一直 完全沒有露氣的 請你出聲 有沒有人 是一點露氣都沒有 的確是有的 有人 是時時都是這樣的 是的 就是地面他們 因為他們所做的 不知道 是的 如果基督在你裡面活著 是的 所以我問 我問大家 就是這樣 是不是有一個過程 就是不是說 譬如說 有個人罵我 是八點鐘 那樣 八點鐘他罵到八點零分 那我呢 由八點鐘到八點零分 我是一點露氣都沒有 又馬上我選擇 完全我根本 都沒有生氣 他又沒有 什麼 完全對他沒有 好的意念 所以我都不用搖述 因為我根本都沒有試過 不搖述他 我想問大家 是不是 譬如說八點 他罵到八點零分 或者他由八點罵到九點 那 是不是 根本我由八點到九點 我聽他罵 我都沒有任何的憤怒 然後 然後 我就可以完全是 恩待他的 我馬上講 很善良的說話 我想問問大家 我們的內心世界 是不是這樣 真的不是一般人 我講是葡萄樹 連魚之子那些 例如 例如 在一個商場門口 有個精神病的人 他不斷對著你 罵了一小時 那你也須知道他是 有病 那你就去默默地祝福他 或者是 都聯盟他生了病 是不是 有 就是 你知道你是誰 他是誰 是不是 OK 我現在問 就是一個過程 你 你想像有一個人 在那個班士上 你撞了他一下 跟著他一邊罵你 由你上車罵到 他下車 一邊罵一邊罵 你不知道哪個站他會下車 總之他一邊罵一邊罵 你的心中會不會有份 我只是問你 這個人是有問題的 不過 我只是說 按照人 我們會不會有份 就是 有沒有一個人 你沒有憤怒的 譬如 怎麼會你說這件事 那我問你 是不是有人罵你 那時候 你是零憤怒 我覺得 又不是零憤怒 不過你第一件事 要先說對不起 你承擔你自己 撞差別人的責任 OK 那我主要的要點是這樣 人有沒有負面的情緒 就是我們譬如 我們自己會不會 自己想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們自己會有 有些事情 人家對我們不公平的 我們的心中會不會有 一些不開心的感覺 會有一些罰到 然後 我們去刻意處理 還是 完全是零秒鐘 我們就處理完 我就問這個問題 我們是需要不需要 去內心處理 我們才能去霸解 這個是我的問題 是不是一聽完他講 我們馬上已經完全沒有了 就是什麼怒氣都沒有 在過程中沒有怒氣的 就只是 我們經常在耶穌裡面 我們就會靈憤怒的 我想問一下大家 有沒有人是這樣的 我們是不是需要 內心處理 其實我們現在牽涉到 講到一些基督徒的生命 就是我們實際 我想大家實際去想 就是 當我們和神有很好的關係 就是很好的 你讚美完爺 蘇出來 跟著有一個 和你一起的弟兄姐妹 即是他先撞到我們 跟著他就發脾氣 他一直在這樣撞 他的怒氣很大 的時候 我們裡面會不會有 不好的情緒 而是 我們需不需要去處理這個情緒 還是我們根本是零秒鐘 已經是根本 會放在心上 即時 是 一點都不計較 就馬上跟他說一些好的話 我想問一下大家 有沒有人是這樣的 是 你多親近神都好 你親近神 很長時間 但是 跟著有個人冒犯你 是很大的憤怒 你會不會馬上 不需要任何時間處理 我一問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需不需要耐心處理 才能夠選擇到 去搖說 我想說 我以前上班的時候 工作上就是有很多衝擊的 但是 如果我早上有靈修 有好的靈修 那些人的衝擊 好像都不是很生氣的 沒什麼所謂的 不介意的 但是去到下午吃飯 那些時候 開始 人們就不同了 開始暴躁 或者頂不住人們的衝擊 所以 久而久之 可能下午都要有少許時間 要自己安靜一下 一會兒 等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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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有足夠的能力 去面對 去面對 那個衝擊的環境 不是說 整個人 是變成一個很 很 就是我 那時候還是初淺 不是說整個人 可以去到這樣的水平 但是 真的 你和神 有好的 雙親一段時間 就可以頂得下 一段時間 這樣 就是人家說你都不覺得有什麼 都沒什麼所謂 但是如果你不是 你就很 很 很猛 那種猛 那種 那種 就是 不同 不同 就是 沒有這麼寬廣的 可以這樣說 我 我就想你醒察一下你的內心 當你說 你有很長的靈修 接著人家 你一點感覺都沒有 我想你醒察你的內心 感覺就是沒有什麼介意的 當時 當時 是不是 靈的感覺 就是你 靈修完了 親近神 聖靈充滿了 然後人家是 無理取鬧的時候 或者你發現 有個人 原來 講了你很多閒話 是我們剛剛 親近神 很長的時間之後 又發現 原來有個人 和我說了 說了一些閒話 給另一個人聽 是無告我的 我們是不是會 靈的感覺 我就問 我們需要不需要處理 是不是我們親近完神 就不需要處理 人家的閒話 真的沒有什麼影響 可以沒有什麼影響 如果你是很 就是很 很有神的同在 真的沒有什麼所謂 就是你 你怎麼看重這些 但是 但是 如果 裡面的同在少 就會 就是 不過 你說靈 就達不到的 很難說靈 就是 靈就未必做得到 不過 對你沒有什麼傷害 就是 不能夠這麼大的傷害到你 不是這麼大的傷害到 和靈 是兩個事 我問 我其實問的問題 我們需要不需要處理 就是說 其實需要處理的 是的 大多數都是需要處理的 是的 我自己呢 我是 真的 是 時時都將自己保存 就是保持在神的動作之中的 但是我發覺 人家說一些不公平的事情的時候 人總有感覺的 就是人不會說 靈感覺的 就是不會說 這個人 是無理取鬧的 就是說 沒有所謂的 一點都沒有所謂的 那尤其呢 有些是很 埋伸 影響我們的 譬如他誣告我們 就 就是 控訴 就是說 基督徒你真的很不好 你做了很多 就是很多事情 我們接受你 我不喜歡你 我們反對你 我 當人是這麼做 或者甚至有基督徒 對我們有攻擊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在世上的人 是沒有一個人是會 靈感覺 完全沒有任何的感覺 問題就是他有幾快處理的 的確我們多親人神 是會這麼快處理到的 但是 為什麼我要說這件事情呢 就是說 我們要知覺 我們是需要處理的 就算我們 就是我們能夠聖過罪 不是一個單純 親近神 而內心 不需要用我們的思想 就能夠處理 任何人的攻擊 尤其是那件事 是很嚴重的 我 另一個例子 除了說這些攻擊 譬如 我們很失落這種感覺 譬如說 我們親近神 然後跟著呢 就有個人告訴我們 你的侍奉 現在全部都要停止了 因為呢 我們不能夠再給你用這個地方了 或者你的機構 現在要關閉了 因為政府就說 已經是 不容許你的機構存在 譬如這樣 就是你 從今以後 你不可以再在這裡侍奉了 我們那時候親近神 很大的充滿 聖靈很大的充滿 跟著有人 告訴我們一個消息 你現在的事工 你今天不可以再繼續了 你不可以再回這個教堂 你不可以再繼續做你做的事 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人會是靈的感覺 就是會說 不要緊要 神會為我開路的 我也有出路的 我不用介意的 我完全沒有感覺 我完全是輕鬆喜樂 Hallelujah 感謝主 讚美主 Hallelujah 我們就出去讚美神 我真的問 主要問就是說 到底我們處理罪 是不是需要經過我們的mind 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立志 還是單純是親近神 就會解決一切的問題 我是很看重親近神的 但是呢 我也覺得 神是給我們立志行事的 我們是需要立志 我們還有呢 是願意為善的 壹邊有惡與我同在 是當我們在世上的時候 總會有一些不好的意念 彈出來的 其實我會這樣挑戰大家 就是說去思想 我們有沒有一天 是完全沒有任何一個 負面的意念 彈出來呢 就是有沒有一個人呢 你從早到晚 完全沒有任何負面的擔心 憂慮 不開心 或者稍微的低沉 我想問大家 有沒有一個人是由早到晚呢 是由早到晚 都是完全的喜樂 完全的樂觀 沒有的 沒有的 就是 你是 多親近神 什麼你是幫助 但是 有什麼事情 那時候 都會有 自己會 不開心 還有會 猛烈 就是 就是這樣的反應 就像剛才你說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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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 我突然聽到 哇 就是 會懷疑 神 是不是 很多負面的事情 會走出來 就是剛才你那個 那個 牧師 是 聽到自己 說 突然這樣 沒得 視乎 那個地方 我會 就是 神 怎麼樣 我 就是 負面走出來 不開心 那些 嗯 那我講 但是 但是 你說 你 不好意思 就是 你當然是不可以阻止 那些 雀仔 在你頭上 飛過去 但是 也都不 不可以容許 他在你的頭上 做窩 是啊 我記得葉慕斯 舊次都教過我們 就是 你說這個 說了一句不好聽的說話 你說那些說話好像風那樣吹過了 為什麼要把那些說話來誓味呢 大把 大把重要的事等著你去 就是大把有意義或者其他的事情 就是 你有那個說話好像風那樣吹過了 OK 那個要點是這樣 我問你們的意思就是 就是 就是 我們到底 會不會 裡面 都會有一些 負面的意念 彈出來 但是每個人不同的 就是有些人呢 會多些的 有些人會少些的 就是 比如我自己 我會是 少的 我是少負面的意念 不過我都會有的 就是我都承認我有 我未曾遇見一個人是沒有的 就是譬如說 他的事工 你今天踩上魚了 你今天有沒有做了 你的事工呢 今天要停止以後 就是你 你不可以再來 這裡了 我相信沒有一個人 是零反應的 不過問題我們有幾長時間 去處理 幾快處理 幾透節的處理 那我想說的要點就是什麼呢 我們不只是親近神 會解決一切問題 我們是需要在裡面 立志行事的 就是神賜給我們 我們不是一個機械人的 我們是需要學習 怎樣處理內心的世界 就是其實呢 姐妹你剛才講到的那些 是因為你處理得很快 但是你留意不到你的過程 而不是每個人同樣的速度的 有時有些人會快些 有些人會慢些 那我們明白的時候 我們幫人的靈命的時候呢 我們就不要期望人 都好像我們很快 我們需要幫他拆解這個過程 幫他怎樣去 讓這些負面的感覺 繼續影響他 就是這個就是我們 我們講到提升人命 我們都需要明白 不是每個人即時能夠處理到 就算他很親近神都好 他都會有這些過程 那我們其實自己留意自己呢 我們留意回 我們曾經被人惡意攻擊的時候 我們需要幾長時間 我是不相信有一個人 被人惡意攻擊 他背後講他很多閒話 講一些誹謗 誹謗的說話 我不相信有人 在一秒鐘之內 立刻可以處理完 我是相信神的大力 不過我是很相信 神都會使用我們的意志 思想 還有我們的靈 我們的靈 和神的關係 也都是使用我們的思想意志 感情 來幫我們處理這些事 還有人都有感情的 譬如說我侍奉這麼久在這裡 很有夢 就是總有喜樂 就算我們不是看人 我們都總有喜樂 沒足的 但是現在有個人說 你今天 從今天開始 你不可以再侍奉 我們總有 現在思想上 就是說 神會為我開路 有其他侍奉 我們都會在感情上 都會覺得 哇 我真的很不捨得 忽然間 現在我不可以再回來 就是我們總會有這些反應 不過問題就是我們 我們處理得多快 還有我們有沒有留意自己處理過 有時候我們 處理了都不知道 就是有時候 因為有些人 他是很快處理到 他沒有留意到 因為他 或者他沒有留意那個過程 就是覺得 我沒事而已 但是其實呢 可能當時呢 他是真的有一個掙扎期 就是我相信人 是一定有一個掙扎期 然後他才得勝 小事呢 可以在幾分鐘之內處理到 大事呢 我相信沒有人 在幾秒鐘 或者幾分鐘 之間處理到 就是這個是我所說的 就是我們需要留意 我們自己那個 內心處理的過程 然後我們才能夠 教導到人去處理 也都留意到 我們自己的 那個受影響的過程 我們就可以下一次 被人傷害的時候 我們馬上怎麼處理 有沒有人想回應我所說的 就是你覺得 你覺得是不是 需要處理 還是不用處理 我們就 看神的同在 我們就馬上搞定呢 這樣 而牧師 我想問 你說那個立志 是那個思想 和那個意志 那裡其實是 來自人 那個思想和意志 那我問你這句話 為甚麼 腓勒比書二章十三節說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裡混合 要成為他們 為甚麼 他又說到我們立志行事 是神在我們心裡混合 我們之前已經講過這個經文 就是說 神在我們的立心去做事 譬如立心去傳呼 就是我們不會說 忽然間動一聲 自己就去傳呼 一定是想過 我會不會傳呢 我會怎樣傳發呢 我向甚麼人傳呢 我怎樣開始呢 我相信每一個人 都會有這個思想的 就是不會說 好像OK 好了 我今天去傳呼 好的我就去了 這樣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思想去行動 我是覺得每一個都一定 我知道思想是會行動 但是 我有時覺得呢 那個思想呢 好像是來自神 就不是來自人 就是我有時有些經驗的體驗呢 我有時有些意念呢 我覺得是神提醒我去這樣做 就不是來自我自己的 OK 你再看回經文 和人的經歷 我們立志行事 這個說話 我們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那麼這個經文是說聖靈立志還是我們立志 先 是聖靈立志還是我們立志 就是我們跟神有這麼密切的關係 以至我們立心做一件事的時候 如果一件事合併神呢 我們都以為是自己立心 就是你想回 我們立心 很多事情我們立心去做的 我今天去教堂 我今天去關心一下那個人 就是我們是有份的 就是沒有一個人說 我自動去做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我去做的 聖靈感動 不代表我們沒有經過我們的意志和行動 就是每一件事你就算回教堂 或者我們現在開始祈禱了 好了 好了我一會兒祈禱了 這個也是我們自己會做 但是是聖靈感動我們去做的 我們要分清 就不要否定了人做的部分 也不要否定神做的部分 是神感動我們 神帶動我們 神激勵我們 但是我們裏面的立心和行動 都是神在我們裏面運行的 神在我們裏面運行 由我去行動 不代表我的自發性 就是有些人呢 將所有事情都說得很超自然 或者很熟靈 就是說 我完全不是我的心意來的 是神的心意 那這件事是不真實的 就是有個人去傳福音 他真的會自己去說 我會傳福音 不過問題就是 那個動力是來自神的意思 就是我們不否定人是自己 有做這個決定的 不代表這個 人做這個決定 就是代表這個屬靈 有時候呢 我覺得呢 就是人那個 就是來自人的思想 和來自神的思想 好像黏在一起 還是不需要分得這麼清呢 真是 我們生命呢 是有兩樣分 我們有幾樣的來源的 一個愛神的人 月親人神 他是有神的動力的來源 那麼呢 也都同時 幾愛神都好 他也都同時有他自己的 情緒的來源 就是 幾熟練都好 如果你們中間有一個人 你有沒有任何情緒 驅動你 有時候做一些事情 你可以告訴我 就是我 我未曾找過一個這樣的人 我未曾見過一個人呢 就說我 完全沒有情緒的影響 我未見過一個人 是這樣的 幾這麼機械化的人呢 都一定有他的情緒影響 那麼問題就是 有時候是我們 神的靈感動 有時候是 人的罪性 人的情緒 有時候呢 可以是魔鬼斜靈 或者外來的影響 有些人疏擺我們 我們跟著就跟從他 就是我們有很多來源的 但是呢 其實《比書2章13節》這裡講到 是一個屬神的意念 就是應該就講到屬神的意念 因為我們那些不好的意念 就不是神運行 產生出來的 嗯 神運行產生出來的 那些全部都是屬神的意念 而那些意念是真是神去搞動我們 但是始終是沒有決定的 譬如說 神感動有一個人做傳導 他不會說 好了 我某一天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自己走到神學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就開始讀神學 就是我 我不相信有一個人是這樣的 他一定在那裡想很多 我是不是去讀神學呢 我又很想去讀 很想去讀 這個就是神的感動 但是呢 我又考慮很多東西 我有沒有經濟啊 我什麼時候去讀啊 我做工是不是要辭職啊 就是他裡面一定有這些過程的 我怎樣跟家人講啊 然後最後他說 好吧 我不管三七二一了 總之我開始去讀神學 那樣 就是他總有一個決定的 嗯 問題他是出於肉體的 有時候人決定是這樣的 出於肉體 就是說 我很喜歡那些傳導人呢 上台講道 我要做一下傳導人呢 過一下癮 就是有時候有些人會這樣的 說每個人坐在那裡聽我 就是很過癮的 有時候人不是會這樣的想法的 或者我傳導 我現在都沒有工作 我傳導起碼有支錢 那人可以出於一些 不好的原因去試 那這個外表是對的 這個其實是出自肉體的 那我所講的就是說 是我們是 盡量建立 我們的思想 真是呢 不再是我 我已經與基督同聖十字架 現在活著 也不再是 但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那這個呢 就真是一個很熟靈的人 就是真是神 但與主聯合的見事 與主成為一靈 這個科林多前書六章十七節 就是與主成為一靈 直接是神的靈 在我心中運作 來產生這些果核 那這個是最 就是一個最美好的情況 但是不是每一個人呢 就不一聲就去到那個情況 他一定要慢慢成長 也都不是說 他這麼親近神 他就會很自動地做一些事情的 就是他都是需要他自己去 決意 立志 他立志去做的 這個就是 那當我們明白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會分別了 但是我們要學一件事情 就是 不要忽略了我們裡面 有一些正面的聲音 有一些負面的聲音 那為什麼我們要不要忽略呢 我們忽略了 我們就不知道 我們什麼時候罵了 我們都不知道 其實我們大家想一下 你有沒有在這個禮拜 有個發覺給你呢 或者在裡面 不肯出來呢 或者沒有罵出來 不過心裡又不肯等呢 可能都有的 不過有很多人就會忽略了 就說 我好熟靈的我沒有的 但是我們留意的時候 留意到呢 我也有的 不過我怎樣處理 然後我成長 那這個就是一個成熟的成長的故事 現在拿不拿到我的意思了 就是我沒有見過一個人呢 是會說二十四小時 我都是整天都是很正面的 全部的意念都是出自神的 我完全沒有任何的事情 有任何一罪一出現 我立刻呢 立刻就會處理完 我不會有一秒鐘在那個罪中的 我立刻就會立刻處理好的 我盡量鼓勵人一秒鐘的 就是真的一秒鐘處理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沒有人自動立刻處理完 那些思想情緒 那這個我們需要學習到 我們就懂得敏感自己 類似我現在做的 OK 你今天有沒有不開心過呢 有沒有經過呢 那我的過程可以處理呢 然後我怎樣去成長 處理得更快呢 也都教人的處理 就是這個我們需要學習到的 OK 今天說了比較長時間 但是也因為剛剛我在廚房 很多人做的事 所以我就可以和大家聊天 有沒有人有 再有問題的想法 沒有了我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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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一下怎樣 資格處理呢 有那些負面的想法 扶了出來 就是以前的經歷 譬如說有沒有實際的 怎樣資格處理好呢 OK 這個方法呢 我在《德聖母曲》那裡 就是在《青春德聖母書》《德聖母曲》 就是有講到這一點的 就是我留意到 我有這個 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 或者被人影響 或者聚 第二 我深信腳破為聖 第三 聖經教我去做 然後我祈禱 第四 就是祈禱 求主赦免和德靈 然後第五 我選擇信 我選擇聽神的話 那就是譬如說 我正在煩惱 我就是說 神幫我的 我為什麼要煩惱呢 神是會在我一切困難中幫我的 我不用煩惱的 那我就選擇去讚美神 當我讚美神的時候 我又數轉神的尾線 我們人 那個思想 我們未去到天堂 我們還有聚聖 所以 我們需要去親近神 去思想神的話語 給我們動力 好 我再去想這個人做的事情 講的事情 我不再去用負面思想 看這些面對的事情 我用正面的思想去面對 那這個就是我選擇 那是需要處理的 要學的 就是每一樣東西 譬如聚 我怎麼處理呢 這個是需要學的 今天我們不能一下子都講完 就是主要簡單 你看看一本書 《興通德性》 因為我知道你有那本書 你看看《德性與報告》 你會看到 我講到《處理生命》 我很多次都講到《德性與報告》 給別人說我 就是我覺得 我也想提到 當時的話 你選擇你的狀態 她說我 我就覺得不太舒服 不開心 然後我就說 不要緊 或者神要讓我學習一個功課 我要學習 如何去放下 她 不介意她說的 話 然後 自己去 就是知道自己去那裡做 教會裡面 一定要順利美意 她幫助自己去學習那些功課 就是要自己學習一些東西 那自己慢慢就 就是 就是 就解開了那個心裡面 好像 不開心 好像互相 那一天 OK 好 這個就是處理 就是有不同的方法去處理 我也想說一件事 我們千萬不要說 神給我這個苦難 但是我讓我去處理 讓我操練我 不是神給我們 是人給我們 不過呢 神都想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學習處理 就是不要說 神整個人 讓他激動我 所以就讓我成長 就是神是 不是神特地製造這些苦難 給我們成長的 神知道我們有這些苦難的 而神的靈是感動我們 在這個過程中 也依靠神 能夠成長 OK 好 我們先祈禱 因為時間是長 我們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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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助我們知覺 我們有的 無論什麼問題都好 然後怎樣處理 也都多親近神 越多親近神 越多親近神 那個益處就是我們 更加以神的視為力 這個思想 充滿了神的意念 就會更加有神的動力 是會更加快處理到的 更加快處理到的 這個就是神與神同在的好處 是很明顯的 但是很明顯不代表他不用被處理的 我剛才用一個例子 有些人一直敬拜 跟著有個人唱錯音 他可能 譬如他大敬拜 在那個 旁邊的一個唱錯音 或者是離世大鼓的 他都會很猛的 我練了這麼多次 你都有音的 你都這樣 他那一刻 就彈出來 立刻就是一個 是一個 造就那個 李軒姐妹的方法 這個就是我就說 人親近神 代表他沒有了 是有時候 有些事情 比如說他很趕著做一些事奉 跟著有個人又做得慢 又做錯 插錯線 又弄錯線 又弄壞了一些東西 比如你準備開始 有個人一弄壞 弄壞了一個機器 整個音響都關掉了 我相信什麼人都會問的 就是說 搞錯了 你做什麼事 你做了這麼多次 為什麼這次會這樣 那個問題就是 我們是有多快 有些人可能 都不用說出來 我們要問方的解決 這個就是很高度的處理 但是這個高度的處理 不代表它是零秒鐘 它不用處理 它一定需要處理 不過它處理得快 大到你都留意不到 因為我就不相信 有人是住著 不用處理的 尤其當一些很緊急的事發生的時候 對它很大的影響的時候 它一定有一個情緒的反應 不過問題是 它需要幾長時間處理 所以我們知覺這件事 就更加有效處理 有些人就覺得沒有的 沒有的 我新人員 我什麼都 新人員 我什麼的負面情緒都沒有的 它是有時候忽略了 有時候它自己不知覺的時候 在那時候發脾氣 或者裡面很猛 或者很大眼睛的感覺 它都沒有留意到 它不知道它自己是發生著的事 我們有這個知覺性 知覺性不代表我整天都 看我心裡有什麼迷藝 我不會這樣的 我整天都覺得我一生 但是我會知道 如果有一件事很不相信 或者有人剛剛攻擊我 或者我聽到別人說的閒話 我是會受影響的 但是我怎樣盡快 立刻處理 給它影響 而你處理這件事情 這個就是一個智慧的方法 OK 好 如果大家最後的問題可以問 在那裡再發出 我們一起結束 好 謝謝你 其實你是有明顯的 你是完美的 你是充滿前愛的 但是我們人總有這個罪性 所以我們總會在不同的時間 都會有罪的演奏出來 但是我們知覺 代表我們說不重要 我們是說知道罪一定有破壞性 就算適奉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猛狀 可能令到適奉的人 一起適奉的人 都不覺得氣餒 開心 我們都不想別人有這種感覺 求主幫助我們 盡快留意到我們 有些福音的感覺 和我們盡快處理 讓我們 有實的平安喜樂 能夠在這些事上 德性有餘 能夠知覺我們的福音的思想 能夠靠主去處理 求主私隱祝福 提升我們的生命 求主體能 臨到我們身上 充滿我們的心靈 求主聖靈充滿我們 更生我們 加力引我們 與我們同在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因為有你同在最好的 我們立志行事 遵從你 都是神 在我們心中運行 要成就你的名字 我們多謝天父 聖靈也都在我們心中運行 賜給我們各樣的恩賜 給我們有能力的侍奉神 其實跟我們有很密切的關係 我們多謝你神 我們真的搬起你 因為你跟我們有很密切的關係 我們就感激你 我們就享受你 我們就不需要擔心 因為你必定幫助我們 我們要親近你 要求你 實力的幫助就越能 多謝天父 求主釋放我們的靈 感到我們 多謝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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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天中外國領人 排到牧主יר士 都在三天都證明 好 祝福大家 如果你有問題 都可以在 所以你可以在 那那 那你就可以寫出來 因為現在時間ып fatto 有些人都想下线去做这些事,就到这为止。 你有问题,你也发出文字,然后我迟些回覆你的。 OK,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